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中國在泰國交付一艘萬噸級登陸艦 竟然比泰國的航空母艦還要大 另外,美國拘捕了一個大兵 說他就是連番洩密的背後主腦 一個大兵竟然可以爆出這麼多機密 美國大量機密外洩 終於4月13日,拘捕嫌疑人 一個21歲的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隊員 在馬薩朱塞州被捕 他被捕時仍然掌握著至少300張機密文件的照片 大部分尚未公開 美國媒體報導,這個美國國民警衛隊成員 叫特謝拉是網上遊戲聊天群組 惡棍運合器中心的頭目 特謝拉在馬薩朱塞州空軍的國民警衛隊 第108情報聯隊服役 卻仍2年7月晉升為一等兵 最近一直在一個基地翻夜班 這個惡棍運合中心群組的一個成員說 特謝拉對美國政府很有負面的看法 將美國政府特別是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 描繪成為一股邪惡鎮壓力量 這個群組成員說 特謝拉似乎很困惑 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她獲得的機密訊息 她完全清楚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可能產生的後果 近日大批美軍的機密文件在多間社交媒體上被披露 文件涉及嘔吐衝突等方面的情報 甚至連中國最新研發的東風27導彈的進度 都包括在內 射密嚴重程度令舉世嘩然 這個21歲的美國大兵落網 但涉密事件的疑團仍然未解 第一 一個大兵如果可以接觸這麼機密的美軍文件 就令人對美國的保密能力極度懷疑 部分流傳出來的內容實際上是紙質報告的照片 似乎在匆忙時間拍下 這些紙張看起來是被放在一本狩獵雜誌之上拍的 你的機密簡報可能被人摺放在衣袋 然後去到一個安全地點拿出來拍照 回想當日美國國安局外包技術員斯洛登 爆出美國機密的時候 斯洛登是30歲 當時已經令人懷疑一個30歲的外包技術員 竟然可以接觸到這麼多機密 美國的保密漏洞多到令人震驚 如今一個21歲的美國大兵 如果真的可以爆出這麼多機密 更加令人震驚 第二即使他不是一個一般的大兵 而是一個高水平的黑客 這樣仍然令人對美國政府的保密能力極有保留 第三即使這個大兵特謝拉真是涉物的來源 他背後有沒有鼓動或者協助他的力量 仍然傳移 從美國政府的角度 當然想急急結案了事 但事實恐怕沒那麼簡單 爆出來的文件部分內容曾經修改 主要被改過的是指俄關於沃蘭戰爭死亡人數只有萬多人 各方相信這個數字曾經修改 如果特謝拉配有沒有後台之協助者 之前怎麼加強烏克蘭軍事力量的計劃 顯示烏克蘭打算在5月之後開始大反攻 如今烏軍的反攻計劃暴露了出來 俄羅斯完全知道了 烏克蘭還能不能夠如期反攻呢? 報導說五角大羅民黨洩露 迫使烏克蘭改變了某些計劃 這本民黨還表明 烏軍的處境 比烏克蘭政府公開承認的更要困難得多 美國準備了一份十分悲觀 有關烏克蘭東部巴克穆特戰況的評估 巴克穆特之戰 是烏克蘭戰爭中 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力之一 美國似乎預備 巴克穆特將會失手 民黨也顯示 烏克蘭沒有大量的彈力補充 他們壓制俄斯空軍的防空系統 可能很快就會崩潰 從而令普京總統派出的戰機 可以改變烏克蘭戰爭的進程 例如其中一份 日期標註為2月28日的簡報顯示 烏克蘭每月發射69枚山無矩地對空導彈 和近200枚S-300地對空導彈 預測烏克蘭的山無矩導彈庫存 將會在4月13日完全耗盡 而S-300地對空導彈的庫存 也只夠用到5月3日 難怪烏克蘭近期這麼急 要向美國拿F-16戰機 另一類尷尬的機密 是美國原來大量監控盟友領袖的通訊 這些文件暴露了美國對韓國 以色列、烏克蘭等 還有盟友的領導人進行監聽 其中最尷尬的是對韓國總統府的監聽 韓國總統尹錫悅行張訪美 他唯有強行否認說洩露出來的文件是假的 但是如今美國連爆料的大兵都捉到了 韓國總統府又怎麼可以再指稱那些文件是偽造的呢 美國也監聽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 澤連斯基在月底建議用無人機打擊俄軍 在羅斯托夫州的基地 但是因為烏克蘭沒有可以打到那麼遠的導彈 結果只能作罷 但是材料洩露了美國政府對盟友的監視 就已經可能損害一位俄互戰爭 而形成的大體統一同盟 這也可能導致美國盟友 和美國發音敏感訊息的時候更加遲疑 怕它洩露了出去 文件也透露另一個重要訊息 就是美國滲透了俄羅斯的情報機構 洩露的五個大陸民黨顯示 美國對俄羅斯的安全部門和情報部門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以至於華盛頓能夠連俄羅斯計劃好的 烏克蘭進攻計劃 都可以及時向烏克蘭發出警告 美國同時也能夠洞察烏克蘭戰爭機器的實力 這才能夠印證了一種情報界的估計 就是美國對俄羅斯軍事行動的了解 讓它對烏克蘭的計劃更加清楚 這條文件說明了 俄羅斯的軍事機器已經嚴重受到間諜滲透 以至於美國情報機構 每天都能夠獲取有關俄羅斯 什麼時候發動攻擊 甚至它的襲擊具體目標 都可以事先知道 即時向烏克蘭作出警告 但接著下來情況可能就不同了 因為這些文件暴露了 美國最了解哪些俄羅斯機構 從而令俄羅斯有機會找到漏料的來源 相信大批案插在俄羅斯機構部門的美國間諜 近日都已經開始逃亡了 會對烏克蘭網後的備戰造成巨大打擊 總括而言 美國機密民黨公開對俄羅斯一方最有利 一則俄方知道自己的重要機構被美國滲透 二則暴露了烏軍打出五月反攻的計劃 據說洩漏出來的文件有很多 我們還可以等著看有什麼了爆了 另外我想說說中國向泰國交付萬噸級的登陸艦 排水量超過兩萬噸 它的噸位甚至比泰國海軍現役的航母更大 泰國國防代表已經在上海的中華造船廠接收這艘登陸艦 這艘也是中國首次出口的兩棲登陸艦 泰國計劃在2030年之前擁有四艘這個型號的大型艦艇 新交付帳島號艦身長213米 幅28米最高航速25折 航程可以達到一萬海里 排水量超過兩萬噸 能夠搭載至少600名海軍陸戰隊戰士 和兩艘登陸艦 也能夠搭載最多5架直升機 大造價只大約2億美元 這艘登陸艦比泰國海軍現在服役的 立裏貝特號航空母艦更長 排水量也有接近立裏貝特號的1.1萬噸 多出接近一倍 立裏貝特號在1997年開始在泰國服役 這艘航空母艦由西班牙建造 是目前全國噸位最小的航母 它是泰國海軍的門面 但由於國內的經濟和軍費問題 這艘航母原有的艦載機已經全數退役 艦上還有很多主要設備並未安裝 它的作戰能力誠意 所以它除了偶爾出海之外 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停靠在武港對外海放參觀 中國造船業近日接近年有突破 在今年頭兩個月 中國造船業新接定型單量 應佔到全球市場的62.8% 穩佔世界第一 中國過去主要出口中低端的船隻 但隨著中國市佔不斷擴大 也通過優化產品結構不斷增加高技術船隻的出口 中國第一艘大型郵輪也要進入交付前的調試階段 因為建設郵輪的難度很高 大型郵輪和大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和航空母艦一起 被譽為造船工業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目前中國這艘巨無霸道家郵輪正進行交付前最後一度調試工序 一艘大型郵輪就好比一座海上的移動城市 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裝備建造能力和綜合科技水平 中國發展建構的大型郵輪足足有24層樓高 投入使用後最多可以容納6500多人 住水龍悠閒娛樂區共有14層甲板 超過4萬平方公尺的公共區面積配置了餐廳、劇院、協物區、水上樂園、健身室、籃球場等豐富多樣的悠閒設施 目前大型郵輪是中國造船工業唯一未完成的高技術高負 和福加值船舶產品 中國發展製造出完全符合國際標準的大型郵輪 意味著中國的造船技術一個生日飛躍 將令中國成為繼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芬蘭之後 全球第五個有能力建造大型郵輪的國家 中國連大型郵輪這麼高端的市場都攻陷了之後 意味著我們在全球造船的份額上將會進步提升 另外在石樓台的示範評會說到習近平主席最近在廣州調研 他去過兩家企業當中發映了中國現在的戰略思考 中國式現代化是不能走脫實向虛的道路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小朋友 讓開玩笑 呀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